上的东西都是新的 好,我们来看这个部分 好,同学,我们看这个部分 好,这个是alternating current alternating current的话 就是我们的交流电来的 那么你可以看到交流电 是属于怎么样的电呢? 它的电流的方向是有周期性的改变 叫交流电 你看current chain,direction of the current chain and reverse periodically 所以它是有周期性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交流电 那么我们前面所讲的 我们讲的那个capacitor 我们讲的dry cell,resistor 我们全部前面是讲的是direct current 那direct current的话是直流电 直流电是属于怎么样的电呢? 是电流流动的话是固定的方向 它不会改变方向 这个叫直流电 那交流电的话呢,它一直在改变的 但是它改变,它不是乱乱来的 它们是有周期性的 OK,那下面这里的话呢,我给你们是三种交流电 三种交流电 这是sinosodal的一个alternating current 什么问题? 好,这个的话呢,就是三角形的波 这是方波 这些全部都是属于交流电 alternating current 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 你就一看一下 你看这边,电流是正值 同一个方向 这一段时间,电流是一个负值 反方向 这里又是正值 那你再看这里 这里是正的 这里是负的 这里是正的 这里是负的 这里是正的 这里是正的 这里是负的 你可以看到这里正不代表什么意思 同学 就是电流流动的方向改变了 改变了 OK 那么我们不管是交流电的好 直流电的好 那我故意写这边 全部都是obased ohms law 也可以用kitch of law 都可以用 好,接下去呢 因为我们介绍电源 当然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到底使用什么电源 同学 看啊,我这边写红色的很清楚啊 我们全部的 学校啊 家里啊 industry啊 你audio signal啊 video signal啊 全部我们用的电同学 都是属于交流电 alternating current 这个是你们每个同学都要知道的 OK 好 那么这个话呢 是我们的交流电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很多种的方式来代表 那这个话是i 这里是d 所以的话呢 我的电流的话呢 是一个side的function 所以的话呢 是一个正线的函数 它是跟时间有关系的 所以这里 这样走 这里 你看 这里呢 你看 电流是正值 这里呢 是负值 这里正值 这里负值 那如果说今天 假设啦 今天我画给你一个简单的电路图 我让你明白什么叫电流改变方向 假设这个是一个resister resister啊 然后我接上交流电 那你说我怎么样子到电流改变方向呢 我当然会接一个仪器啦 这里是一个仪器 因为我确定电流有没有改变方向 要不然我怎么看到 我看不到电流嘛 对不对 好 这里 那这里的话呢 你就接上交流电 那么交流电的时候 我们在画电路图 它是用这个来表示 这个符号 是交流电的 所以的话呢 这个假设是一个garometer 电流计 所以的话没有电流的时候 它是正值 正值 好 那么呢 什么叫做电流方向改变 OK 假设我电流是从这边出发 这样走 走完这边 还没有一圈呢 再走回这里 这个的话呢 是告诉你 它改变方向 意思是说 我电流先走这个方向 走完这里 我怎么走 我又在这里这样走 那是不是我的电流方向相反 所以我的这个指针 有没有 我的这个指针 如果是我们看仪器 如果前半段 它向这里偏 后半段 你的方向改变的时候 它会偏向这里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电流的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像这里的话呢 这里 这个D是什么呢 周期 什么叫周期呢 完整震动一次所需要时间 这个你们应该懂的 可能是没有去想清楚一点 什么叫周期 来我们看这里 这个刚才我讲 这个是water resistor 然后我给它是一个交流店 那么我是这样走 我刚才讲了 这样走 同学还没有完整一圈呢 再走回这样 才是完整的一圈 那从这里开始出发 走到这里 再从这里 走回到这里 叫做一个周期 一个周期 所以这个的话是什么呢 半个周期 半个周期 周期的一半 所以你可以看到刚才我讲的 如果今天我走这里 我的pointer是变成这里 还是这样 那么我在反过来的时候 是这样的走的话 当然它会向这里 所以它变成是负值的 就是这个意思 我让你们了解一下 我们的交流店跟直流店有什么不同 OK 那么我们的电流的话呢 我们家用的电流 当然是一个交流店 它不是直流店的 OK 直流店的话 是我们前面讲的话 是什么 我们用什么来得到呢 就是蓄电池啊 电池啊 我们就可以拿到了 但是我们的交流店的话 是不同的 OK 交流店是不同的 你可以看到 电流方向一直改变 除了电流方向改变以外 还有什么东西呢 电流的大小一直在改变 哦 所以话呢 是你可以看到 你看这个 这里零 慢慢变大 慢慢变大 大到最大 又变小小小小小变0 哇 这个是反方向了 又变大 然后这个话呢 是又变小小小变0 你看 它的电流值一直在改变 有大有小的情况 一直在改变 这种的电呢 叫做交流店 清楚啊 OK 所以话呢 是你看看这边 我讲的 你的交流店的话呢 可以用Synostics的 Authentic Current 来表示 它是一个Side的函数 或者是Coside的函数 如果是Side的函数 的话是这个来的 Side的函数是这个来的 OK 那同学你可以看到 老师已经上了几分钟 还有很多同学没有进来 OK 好 那么这里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情况 我可以用Sine的函数代表 我可以用Cosine的函数代表 好 你可以看到这里 为什么会出现OmegaD呢 那这个Sine 这个后面 这个是角度来的 因为我们的这个 Omega的话 好像是在下面写 OK 这边 Omega 这个读着Omega 不是Tamgyu 这个符号的 Omega 等于是Tita除T Tita是什么呢 角度 角度 今天同学 如果我绕一圈 我走的角度有多大 这样 有多大 36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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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度是二π 对不对 然后我走一圈 这个叫什么 周期 你可以看到 这里呢 是两个π 我走一圈嘛 D 所以我就可以推导出来 我的Omega等于2πF 那这个Omega叫什么呢 Angular Frequency 这个 Angular Frequency 那么你看这个式子 你看这个式子 那你Omega乘上D是什么 角度 我就是要让你看到 这边 为什么是OmegaD呢 这个是角度来的 这个是角度来的 那这个座标图是怎么画呢 我们全部用特别角 同学 0度 45度 90度 OK 我们的这里90度 这里 180度 270度 360度 全部都是特别角 你把它带进去 你就可以找出来了 那么所谓的180度 是在这里 180度的话呢 刚好是你的周期的 周期的几分之几 二分之一 对吗 周期的二分之一来的 你可以把它带进去 全部 你可以画出来的座标图 那这个座标图 是前日sign的函数 我想是 应该你们有画过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画过 我不懂 总之是 我们的电流 对 低 的情况下 你可以画成这个 就是因为我的这个公式 我可以用 I等于 I0 sign Omega D 或 I等于 I0 cos Omega D 那这个 I0是什么呢 最大值 这里 Big Value 因为是交流电 交流电 OK 所以Big Value 来的 那么 The number of oscillation of alternating current per second 就是我们的frequency 刚才我们讲的frequency 那frequency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每秒内 它震动的次数 看这边 每秒内 它震动的次数 OK 然后的话呢 是每一次它转 震动一次的时候 For one oscillation The alternating current Change its direction 刚才我又讲了 我再重新再画过 让你们知道 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 我讲了同学 一开始的话 你们学一定是很辛苦的 因为很多东西是新的 对你们来讲 好 假设这个是交流电 所以我要给你们讲 然后它划接到交流电 好 这个是交流电 同学 假设我从X出发 去到Y 我X出发 当时我是这样走 这样 走到这里 从这里 走到这里 几千啊 同学 几千 半千罢了 半千 哦 半千罢了 你刚才是从X出发吗 走到这里 接下去你要走什么 从Y出发 从Y出发 你要走到这里 才是complete oscillation 那从这里的话呢 这句话的意思 你懂了没有 每走一圈 你的电流方向改变 你看啊 这个电流是这个 走 每走一圈 那再回到这里的时候 那不是你电流方向改变吗 这个是还要告诉你的 Wall one oscillation 震动一次 每一次电流都是改变的 所以 假设 如果你的频率是50Hz 什么意思呢 哇 一秒内震动50次 震动50次怎么算 来这里一次 从这里去到这里 再回到这里才是一次 同学 你知道吗 我们马来西亚 我们的这个frequency 因为我们的交流电 我们是交流电 我讲的 我们家里用的全部是交流电 我们马来西亚的话呢 我们给的电源都是很大的 220W 那如果是你的frequency 是50Hz 你知道50Hz是什么意思吗 50Hz 什么意思 等于意识告诉你的话呢 是 在 一秒内 它震动50次 同学震动一次是怎么样 你看我看这里 这样去 从这里再回 几次 一次罢了 你知道吗 好 这个呢 很有趣 刚开始我不晓得 那以后你们出国去读书的话 你们就会了解到了 因为每个国家的话呢 我们的交流电的 一个电源他给的 不一样 频率是不一样 外国人 他不喜欢用白灯的 因为他觉得白灯的眼睛很闪 就是因为这个frequency 他们比较喜欢用黄灯 因为他们就觉得 那个灯的话 会闪 眼睛不会那么刺痛 那你们继续慢慢去分析 看你用的是怎么样 一个灯的情况 因为真的是不一样 这个frequency 那同学你自己看这样 你说我哪里看到有闪来闪去 快呀同学 一秒内震动50次 你反应话可能要三秒 你三秒的话 你人家已经震动了150次 你觉得你眼睛看得到吗 但是呢 如果是我们做实验 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哇真的是那个变化呢 非常的大 大到你看到 起来好像没有变化 那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是你用灯的话呢 有闪呢 有闪呢 你没有去注意罢了 因为我们不会就注意 我们看到周围亮就好了 我们没有去注意 那个灯了 到底也没有闪 因为太快了 快到你来不及看了 它到底也没有闪 它其实是有闪的 对 这个是我让你们去了解 多了解这个我们的交流电 好 过后的话呢 是我们来看 这个部分 我先解释这个部分 就讲完了 我们一步步会看的 好 我们的这一章节的话 我们在讲交流电的时候 很特别 我们都是在讲呢 交流电经过resistor 交流电经过capacitor 跟交流电经过inductor 电导 我们都会一个一个讲的 好 这个话呢 是你们看这里 然后这里是2π3D 那么你们知道 D是我们的周期 那么频率是周期的导数 这个同学每个都要懂 我不管你读在哪里 全部都是一样 你学那边 研究运动 我们也是会上的 所以呢 你的周期呢 就是我们的完整振动 一次的时间 频率是单位时间里面 振动的次数 The number of oscillation or alternating current per second 就是frequency 这个呢 对你们来讲 不是新的东西同学 我们是在讲 旧的东西来的 因为你们高二 都有读到 我们读那个wave 那个地方 我们有读到 我们的这个frequency了 所以应该懂的 只不过是这个 你没有读到 好 这个没关系 你从这边 Omega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是单位时间 里面有绕的角度 因为你转到转去 转到转去 一定是有绕的嘛 所以有牵涉到角度 所以那是完整振动 这个时间 叫做周期 你看我要大D 二πi除以D 那这个除以D的话 是等相当于 一除D嘛 一除D那不是等于F吗 所以Omega等于二πiF 你们要记起来这个 要记起来这个 这个是我推导给你们看 它是怎么来的 那研究运动 不尽力学 我们会再讲的部分 好 接下去的话 我们再看 因为是一个交流电 然后我讲的 所以你看 这边故意画给你 让你看到什么 你的D 你的D改变 你的R也是改变 你看这边 这个电流是零 这里电流变大一点 这里变大一点 这里变大一点 这个最大值 这个最大值 过后又再减少 过后再减少 哇 又变了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方向又改变了 所以这边我会给你们看 这个是周期的二分之一 这个是一个周期 这个完整的振动 怎么看 这里振这里付 不就完整的吗 看完整的啊 完整的振动 OK 那么这个 这个我画的图形 它是属于sine 不是cos cos 下面会有的 那么这里 然后就给你 它的整个情况 好 Big Value 这个叫Big Value 不是猪 看它Big Big Value 是最大的 在交流电里面 最大的一个电流 那你是这样讲说 哇 老师很奇怪 那我的灯在用交流电 那最大电流 什么时候是最大电流 那什么时候的话呢 又不是最大电流 因为你看 电流有改变啊 同学 最大电流是在一个 特别的情况下 才会出现最大 其他都不是 那这样的话呢 是比如说 你说你要去算出来 哇 经过电阻器哦 它的电流 或者是它的电压 或者是它功率 到底怎么算啊 因为你说电流 一直变 当然是电压 还是会变啊 同学 我们会算是它的有效值 我们现在先讲这个部分 其他我们先不讲 我们先一个个来讲 总之是 Big Value 是什么呢 在交流电里面 最大的电流 最大电流 最大电流的情况 那么Big to Big 是什么呢 这里是Big 这里是Big Big to Big 所以它的两倍 看啊 两倍 总之Big 是什么意思 Maximum Value 所以的话 如果这个 这个的坐标图是 电流对时间关系图 当然这个Big 是什么 最大电流 什么最大电流 我在用的是 Synocenters Alternating Current 我在用的是交流电 交流电的话呢 电流方向有改变 电流的大小值 有改变 那么 当它达到最大的电流的时候 我叫做Big Value 就这样 OK 就这样的一个情形 好 那么呢 这里 因为我们是牵涉到Big Value 那么我们说 我们到底怎么去算呢 它的整个东西呢 同学 那么我们从这公司 I等于I0 SynTheta 我讲这个Theta 是角度来的 我可以用OmegaD来代表 我写Theta也没有关系 刚才同学看这边 那我去找I平方的值 你们把左边右边的算 现在我去算它的 Min Squared Value 因为我要去算它的 有效值 所以我就算这个 这个符号是前面 我们所学过的 平均值 这里的平均是什么呢 就是电流的 平均的值 我去找 那我的电流呢 是一个SynTheta 或者时间的一个函数 我把它带这里来 我的I0的话 是最大值 所以它是一个定值的 把它抽出来 你去找这个平均值就好了 找这个平均值 OK啊 同学 迟进来 我现在要Safe Safe好吃 好 我们看这里 这个找这个平均值 我们来看这里 OK 这个是牵涉到 我不知道你们学 三角函数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画过那个坐标图 如果今天你画的坐标图 是你去找出来 角度它的Size值 跟角度关系 如果是你去找出来 你会发现 你的Size Curve 是这样子的 Size Curve 是这样子的 那你要找Size的平方 的话呢 是你去找出来 这边 这边 如果是平方 这个的值 这个话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话有正值 有负值 假设这个是Graph 我是 这个是对 我的时间 然后这个Graph的话 是Size的Graph 假设这个是I 我的Size的Graph 同学 那么同学 我问你一下 你要去找出来 这个是Size的Graph 如果你去找出来 Size平方 你打的Graph呢 它会怎么样 这里的负值会变怎么样 正 会变成正值 它会变成正值了 OK 那么你们去找看 比如说我们看 我们的Size的值 最大 我们的Size 90度 顶多少 Size 1 对了 1 我问你 你的Size值 最大值顶多少 只有1 你懂吗 1 你懂吗 那Size的这个平方 最大值顶多少 也是1 对不对 所以话呢 是你可以看到 它的平均值的话 平均值 因为是平分 那你变成是得到2分之1 意思说 这个的平均值 你拿到是2分之1 所以你就可以算到 它的mean squared value的话 是i0的平方推2 那么从这里的话 你就可以找到 它mean squared value 也就是它的有效值 OK 有效值的 那这个formular 跟我们的这个formular 只是给什么 正弦的半两 因为我们的交流电 有很多 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交流电 有方三角形的波 我们也有方波 OK 方波 这种的波 全部都是属于 我们的交流电 那现在我讲的话 是正弦波 那是因为我们在用的话 是正弦波 我们家里用的工学 就是正弦波 OK 发电厂所行程电 就是正弦波 所以的话你要懂 为什么要讨论这个东西 那么你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找到它的值 那是因为什么呢 然后我讲的 如果是你让电源 经过resistor 你用的是一个交流电 你说老师 那个电流有大 有小方向又改变了 我到底怎么算它的电压 一直变来变去 怎么算它的电压 同学如果我要算 它得到电压 我要去算了 就是它的mean squared value 就是它的 RMS value来的 我要算是它的有效值 中文叫有效值 那我要算它的电流 或者我算什么 也是一样有效值 RMS value 它的有效值 那这个有效值 跟我们的 big value 什么关系呢 这边有 等一下我先拆掉 有啊 先拆掉 要不然拉不到 好 那就是说是 你在讨论交流电的时候 其实就是 你要去跑考力 成是因为电流有大 有小 你说什么时候 我讨论最大 什么时候 我的讨论最小 什么时候又是零啊 我们等一下 讨论它的有效值 好同学注意听一下 今天我家里的电源电压 你们每个同学家里电源电压是多少 这样 你们每一个人的家里电压是多少 220 220 同学注意啊 我这边写 要不然等一下有的同学不知道我叫哪 OK 好同学我们家里的 我们家里的电源电压 它给你的 是220到240 所以我讲马来西亚的很大 国外才110 130 我们是220V 好同学注意啊 它给你的这个电压 记得 它是 RMS Value 来的 就是有效值来的 有效值来的 所以 屏幕不会告诉你 但是你要知道 我现在已经告诉你了 就是我们家里的电 那个电源电压是220V 是有效值来的 就是相当于是它的 Effect Value来的 OK 那么这个的话呢 跟Pick有什么关系呢 写在下面那边 我又要插的 为什么这样 OK 我看到其他的老师很多 进不去 OK 好 这里 好同学 我们来看这里 这个话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的 Formula Main squared value of the AC 那么你可以看到 是I 这个 然后你要去找是 Root mean squared 所以你要一个开根号 随便是这个 你的Root mean squared value 是这个 刚才你算到这个什么 Main squared value 就是平均平方值 这个 平均平方值 那么我们要去算的话 有效值Root mean squared value 就是开根号 开根号 所以得到这个 那这个是 For我们的 AC current 它的RMS value是 Pick除根号2 那这个 只是正弦波不了 这边有写 正弦波不了 交流电 正弦波的 那 Funk波 更少找C波 下一次 我会教你们 这次我先不讨论 这个 所以呢 这个是你找到的 Main value 那这个Main value 从哪里来 是你去找这个的 平均值 这个的平均值 拿到是二分之一 你们可以自己证明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我就不证明了 好 这里的话 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变成师 刚才我讲的 那你说 我经过那个 resistor 它的电流到底要 要拿多少呢 同学 IP除这个 IP是什么 最大的电流 除以根号2 你就拿到它的 有效值 那到底有效值 是什么呢 这边有写的 The root mean squared value of the alternate current is equal to the value of the constant direct current which can produce the same heating power as the alternate current 那么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root mean squared value 就是它的有效值 其实就是 它等你 当你用直流电的时候 它产生的热量 跟我在用交流电的时候 它们的热量是相等的 那个值 叫做有效值 那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你们去看我放的 中文的部分 给你们看 那个同考 我有放的 今天才放的 你去找那个 root mean squared value 那边有写 我在堂科才讲这个东西 所以呢 这个就是 我们在讨论的 所以变成是 当你在使用交流电的时候 我不管你是经过 resistor也好 capacitor也好 inductor也好 你要去算它的 voltage的话 你的voltage的话 你的电流 你必须要用 RMS的value去算 OK 就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是 formular 你们考试是 直接可以用 然后这边 你就注意看 Syanocydus的 如果不是Syanocydus的 不是正前波 你要去推导出来 去找推导出来 它们的平均值 平方的平均值 然后再开根号 就是它的答案 OK 好 那么这里 给你看这里 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的交流电 你看我给你这样 i等于partsine 20πt 好 同学 你要注意 跟前面我所讲的东西 它跟什么有关系 我的这个equation 可以写成i 你们一定要会学会 学会了以后 你会发现 后面 讲到波 你就容易学了 i0 sin omega t 就这样子 你对应过去 每个同学 你要对应过去 好 同学 请问这个前面是什么 这个前面就是 i0 i0是什么 交流电的 最大电流 OK big current 最大电流来的 是等于8A OK 然后你再看这个 omega乘上d omega乘上d 所以我就知道 从这个式子 我的omega 是等于多少 20π 好 同学 你就一看 我如果知道 omega以后 请问 我知道frequency 吗 就可以找 对不对 知道 是 所以我再跟你讲 OK 你说老师 你能不能跟我讲 omega什么单位 注意看 我这边写给你 omega 同学我讲这个部分 力学会上的 你 我现在因为要教这个部分 我一定要教你们 dta 抽d OK 那 omega呢 这个 叫做angular frequency 也叫做angular velocity 这两个都可以 frequency frequency or velocity 但是要加进去一个字 angular 所以脚 脚平率 或脚速度 那 dita是什么呢 dita是角度 角度国际单位 什么 radient OK 然后时间 国际单位 什么 second 那请问 omega的国际单位 什么 答案 radient什么 radient per second per second 就降不了了 所以同学 很多东西 我们要从最基本的 definition那边 得到你就会了 OK 好同学 你看到这个 你就会去 可以看到什么东西 你可以看到 我的这个交流电 很特别 它是8 sine 20πd inode 就是我的最大电流 8A omega 等于是20πd 所以这边 我就放给你们了 这个要找的东西 你就可以找到了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是我这样子 跟你们讲 那你就会看到 很多东西了 OK 后面的话 是 这个部分 你们学会的话 我进入 那个我们的电磁学 那边 你会用到 那你们就会了 OK 好 这个是 我们讲的 这个部分 同学 我还有一个 还没插 好 这个 可以了吗 可以了没有 可以 没有问题 你看老师 同学报道 五次 还是有人 没有进来到玩 OK 好 这里话呢 是我们的 这个东西 所以同学 这formula 我讲的 你考试 直接可以用 只要是正宣波 注意啊 我讲的 Synosy 就是的 一个我们的 那个 Electric 然后 我们发电厂 我们家里的电源 我们用所有的电器 家里给的 全部都是正宣波 所以我们的正宣波的话 我们的电流 你的RMS value 它的有效值 你就可以用 I0除根号2 这是Peak Current除根号2 那么电压呢 就是VPeak除根号2 就这样 OK 这是我要给你们看的 那这里的话呢 我就给你看了 这个刚才我给你是看 I对D关系图形 这个是V对D关系图形 看好来啊 这里 同学 这个是D 是时间 请问这个什么 是什么 是什么 可以回答吗 同学 Millisecond Millisecond 你们要看东西 因为我教你们很多 你们一定要懂的 这个不可能是Meter Second 当然是Millisecond 这是Prefix 对 这是Millisecond 好 你看 从这个座标图里面 你可以找到什么 可以找到什么 可以找到这个值 BigValue BigValue 这个叫做BigVoltage BigVoltage 所以这个是最大的 那你要找ArmsValue of the ACVoltage 怎么找 就是你的 什么 VrMx怎么写 V V V 怎么写 V0除以根号2 对了 这个啊 这样写啊 我讲了 你们SPM是有上过的 不是没有上 OK 等于什么 Big除根号2 给我记起来 就是Formula 根号2 所以换的是你的Big 从这里呢 就是2.0 除以根号2 你就拿到 单位是Vol 然后呢 周期怎么看 看到这里 所以周期你多少 这里周期你多少 D你多少 10什么 MS MS 10 Millisecond Millisecond的话呢 是10乘什么 10乘什么 乘10 对 你们一定要懂的吗 因为我们的频率的单位是 那个我们的 那个 OK 10-3 我们的那个频率是周期的数数 所以换的是你这个 一定要换成second的单位 你才可以找到Herts OK 你的F 等于是1 over T 那T你已经算到了 把它看进去 所以换到这里 单位是Herts 这里一定要是秒 所以是10乘10的-3 你不要是 一出十 那答案就错完了 所以要注意一下 那个 东西的话呢 是你们习惯 养成了以后 很多东西变简单了 那习惯没有好好的养成 都走一步又错一步 不要这样子专注 你专注的话 你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很快 你们就很快可以上手 不要在那边 到底错在哪里 错在哪里 错在哪里都不晓得 平常我们都要一个好习惯 那好习惯养成以后 很多东西的话 我们很快就会上手 就不会压力那么大了 OK啊 所以的话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题目 全部给你了 这个十ms 他直接没有写的 他直接的十乘十负三 你不用写这个 你写十乘十负三 把它带这里来 等下你这个移位 给我移错位 我都很怕 所以我甘愿是 你写十乘十负三 这个我们这样写是没有错的 在写上 等于十乘十负三 你就带这边 十的负三 就可以拿到了 OK啊 这个话 老师我就越过了 这个 全部都是一样 OK 你看这里 第四题 pick to pick 顶多少啊 答案 pick to pick pick to pick pick to pick 第四个答案 啊 485 485 485 所以的话呢 这个我就跳过去了 我要讲新的东西 OK 所以的话呢 是 OK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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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ial diagram 是很重要 那中文叫做 相位图 相方向的相 但是这边是读 相位图 相位图 那么呢 你看这里 这边 a facial is a vector of constant magnitude and rotating in anticlockwise direction 注意 anticlockwise direction now with the 我们的 concern angular velocity 那为什么要介绍 这个 facial diagram呢 因为我们的电流 我们可以知道 一直在变 电流变 你的整个东西 都在变来变去 一下子在这里 一下子在这里 变来变去 我这样转来转去 一直在变 你看这里的值 这里一直在变 这样子的话 我怎么知道 我到底转到哪里了 在哪里了 我就可以用这个 facial diagram 来表示 所以 这里 还是跟着它 你可以看到 我从这里 我从D等于零秒 我设这里 同学 这个很有意思 假设是我们要跑 400米 八个同学要跑 我们把想象在运动场 八个同学 同学 你全部 每个人都在内圈吗 回答 八个人要跑 不是 不是 一定是有八条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内圈和外圈 周长不一样 对不对 才跑 如果是这样 聪明的人说 我要选内圈 你干嘛给我 那一圈 外圈 我跑那么大个 这是我们的操场 这个是操场的地方 有八个人要跑 第二个 第三个 你这样排的话 你说跑 400米 拜托你 这个400 跟这个400 哪里一样不一样的 那你觉得要怎么处理 变得大家都是一样 两400 然后够 那个总点 就总点一样 可是你两400 去到几点那边 几点不一样 对吗 是不是 因为你的全部一样 你看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 第七条 第八条 哇 我第八的跑 我们全部对齐这样跑 哪有可能 所以的话同学 那个第八的应该是在哪里 在一定是在这个位置 第二个的话呢 是在这里的位置一点 第三个的话呢 在这里的位置一点 总之是第八的 如果把话在这里 因为不够话 OK 好 第八的话呢 是我不可能在这里 我一定是在这里 三位L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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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400 总之是 回到400的地方 一定是一样 但是 每个人的触发点 完全不一样 对吗 有前有后 是不是 就是 我们在讨论交流店的时候 有前有后 有的人有钱 有的人是在前 有的人在后 要不然你想看 我这里 我这里 你说一样啊 我们的职一样 不一样 你这个是什么时间 我这个是什么时间 我当然在不同的位置 所以我可以用 Facial Diagram代表 这个是我让你们知道的 就是 我可以用Facial Diagram代表 就好像是我们比赛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同 同一个出发点 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可以比赛 比赛问题是同一个出发点 不同的圆 当然是周长都不一样 那怎么办 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参考的 好 这里的话 它就参考为 假设这里是时间为零 零啊 看零啊 等到 我跑到这里的时候 对应过去是这个 我跑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对应过去这里 我跑到这里的时候 对应过去这里 我跑到这里的时候 对应过去这里 你看到这里的时候 就对应这里 你看时间不一样 我就可以用这个图形来 表示我的整个的变化 你听懂也是吗 我再重复 时间不多了 总之是我跑到这里 它是对应这个图的 你看这个位置 我跑到这里 对应这里 你看时间不一样 我讲的 我跑到这里的时候 你看我对应这里 我跑到这里的时候 是对应这里 同学 你看 那我跑到这里的时候 对应是这里的图形 所以这个 也是一样 在这里 到这里的话是这里 到这里的话是这里 你看我可以 整个圆 我都可以用这个来表示 这个 facial diagram 所以这个 facial diagram 我就知道 你到底在哪里 然后你经过了多少时间 所以我的时间 跟它的关系是什么 我都清楚的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同学 没有 有问题 OK 好